哈囉我們是樂樂愛搗蛋 哈囉我是樂爸 我是樂媽 我是樂媽在幫我錄影 對小樂樂在床上他在玩 他在吃東西 對我們現在要開始阿堂食堂 他今天要做的是什麼呢 排骨麵 今天樂樂喜歡吃排骨麵 那我們現在等一下就是先把排骨拿去油炸一下 我們今天的食材很簡單 都是用現油的食材 我在家裡有什麼食材呢? 我就放什麼東西 其實都沒有特定的材料 沒有特定的比例 其實都是隨心請的 那其實大家就是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我覺得我弄東西還可以啦 小朋友還喜歡吃 來我們看一下食材 食材有什麼有排骨有薑有蒜 還有還有玉米 蔬菜 所以我們用一些三色豆這些來蔬菜來代替 都是用最簡單家裡有什麼食材 對啊 那我們等一下先薑跟蒜頭先切一下 薑跟蒜阿 其實很多人都會把這個薑的皮把它切掉 那我是不會切啦 因為我覺得這個皮其實是很健康的東西 所以要水洗一下就可以了 對啊都是水洗 水洗就直接切了 對啊 因為健康的東西 沒必要再把它 我之前都會 之前都把它削掉 其實口感也沒有差很多 因為是自己吃的 如果是在外面煮東西 我當然一定會把這個削 沒有把它削掉 對啊 然後我們還有一些蒜頭 蒜頭都最簡單的 直接打一打 因為這比較好剝 這樣 這比較容易剝 不然有時候很難剝 現在好囉 要下鍋囉 要把那個 爆漿 薑跟蒜頭 切好 那我們就先下去爆香一下 其實是為了它 它的味道 所以爆一下會比較好 等一下那個燈頭會比較好 那我們等一下爆完香呢 我會先把它 弄起來 因為等一下我要煎 我先把火灌這樣 等一下我要煎那個排骨 要煎 好 再用排骨 煎得有點香 下起來就會很香 那湯頭怎麼樣 湯頭會很香 哇 聞到滑味了 因為排骨 因為從這個爆漿呢 其實可以切成鹹味 因為肉其實它本中 都還是會有個鹹味的味道 在爆漿過的話 那個湯頭會很棒 那味道其實都會變 好 那來切香菇 那排骨它現在已經在爆香了 先讓它稍微剪掉 那我們就要先來弄香菇 因為這樣都讓它泡熟過 那我們現在已經煎得差不多了 那 這個就是 剛剛的 蒜頭 可以剪一下 它已經有爆香過 然後 這樣都會炒味道 這樣也都會炒味道 然後 這個是 香菇 香菇 香菇就把它下下去 好 好 吃到那麼好嗎 因為香菇剛下下去 再稍微讓它抱歉 只是 一般外面在外面吃的湯頭 都只是只有 我都說是味醋湯 其實都很難吃到 我覺得好 吃好酷的湯頭 前面是豬肉 爆香啊 一定少不了 這樣煮起來 等一下會很香 把它煉乾 因為我們聽過這樣爆香的成果 它湯頭等一下一定會很散 再加點水 然後 加湯 現在呢 準備加點水 然後 再加進去 再加進去 我這樣要哏一下 然後呢 我會再加什麼 再加 三色豆 因為 還是要點舒散 因為家裡現在沒有什麼的舒散 三色豆 其實是很健康的東西 其實是很健康的東西 然後再加點毛鈴薯 其實都是健康的食材 它只是冷凍食材 都是很健康的東西 今天我還會再加一點 帶牙 帶牙 帶牙也很健康 那現在呢 就是等它 要等它水滾 然後等一下還會再放個雞蛋 那蛋應該會最後再放 讓它水滾一下 然後 居然上 我應該會再先讓它滾個半個小時 因為讓它味道很出來 那糖果茶會好喝 然後再拍攝了 你看 我家人熱熱在這邊搗蛋 他說要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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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錄喔 真的喔 你看那畫面可以用嗎 好啦 好熱了齁 真的熱熱 等一下再煮東西給你吃齁 別再煮東西啊 這你最愛吃的齁 等一下湯婆正在煮 那現在水滾了 水滾了 我會再把這個上面的 上面的渣渣把它去掉 這樣湯頭要攪輕一點 等一下水滾了 這邊就稍微的把火關小一點 再讓它滾一下吧 至少 再半個小時吧 半個小時後再過來吧 我們這邊已經煮了半個小時了 水滾了半個小時 不過水會乾 然後途中要記得再加水 那我們剛才已經加過水了 那因為等一下水滾就差不多 就可以放麵 那我就先 可以準備再打蛋 已經像是那種拉麵的 外高湯的湯頭 他整個都已經 有點白色了 湯頭會很讚 其實我還是喜歡自己在家裡煮 因為在外面的湯頭其實 很少會用到 那麼認真的給你 熬一個湯頭 外面的都是 餵素啦 鹽巴啦 加一加就可以一個湯頭 所以外面的湯啊 我都有都生了餵素湯 餵素湯都不好喝 所以我們經過這種 慢慢熬煮的湯頭才能夠 因為會有這麼多泡泡 就是因為剛剛下了蛋 所以我說蛋不要太雜 它就會 沒有蛋白的關係 現在湯已經都滾得差不多了 也都熬了一段時間 我們現在準備要可以放麵條囉 餵素湯喜歡吃這個細的觀眾麵 其實就是你有什麼麵 就放點麵 他喜歡吃細的 鹽巴 鹽巴可以再放一點 其實看你個人喜歡吃多少的料 其實我會加一個秘密補器 我會再加一點醬油膏 醬油膏不會加多 我個人喔 這是我個人的喜好 我個人我加醬油膏 其實最主要用意是為了提那個味道 它會提一個乾的味道 乾甜的味道 那味道其實會讓整個湯頭更鮮甜 但是不能加多 加多就變得鹹 那還有因為我這邊 我不會加任何的味素 因為我家裡也沒有任何的味素 什麼鮮味炒熟啊什麼 那個我從頭都沒滿 不過我會加一個東西 我會加砂糖 因為我覺得 用砂糖去依賴那些味素就可以了 而且也比較健康 我會加一點點 我會加多 我只要也是提一點甜味素 可是這個東西都不能加多 我會一加多 我那個湯頭就會 不好 就是加一點點就好 那倒是提它的味道 好 好 好 然後我還會再加一個東西 我再加一點奶粉 這是我個人的 秘密武器 因為再加一點奶粉 會讓它湯頭成的湯頭 像 那種拉麵的高湯的湯頭 它也增加了甜味 會得飽味 其實這都是我個人的煮法 大家也可以參考 喜歡就可以試喝看 不喜歡 我覺得都很棒 這加上去 這整個湯頭會很讚 而且又健康 加一點就好 不能加太多 加太多 那湯頭會不會買掉 然後最後咧 再來上一點 麻油 香油 其實為了加點香油 不要多 點就好 那湯頭整個都很香 哇 這湯頭好了 好了 好囉 可以出鍋了 剛剛少放了一樣東西 肉片 不放一下肉片 因為 平平它不吃白 不知道用肉片給它吃 就OK了 老命啊 我記得你以前演員在加芋頭 加芋頭 也不錯 有啊 芋頭還要再找 應該有吧 就好像 冰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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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熱熱的 嗯 熱熱的 我們才熱熱的 吵著要吃冰 好啦先吃完麵 不要再吃 那這邊是我的 看那邊肉 看起來好像很多 其實它是 那個肉都是那種 銀杰油的白 其實肉不多 肉是骨頭比較多 而且它白骨 給米湯不吃 都是我自己吃 嗯 湯頭很濃耶 好吃 嗯 湯頭很棒 好美好吃嗎 好吃啊 好吃 欸你給我吃餅乾 給樂樂是最不捧場 不是不捧場 因為他現在只想要先吃 吃冰喔 吃餅乾 不可以 不過等他想吃的時候 他還是會吃 來 那一口吃完就吃飯 因為小朋友就是比較難搞 好啦 那我們就這樣子囉 掰掰 樂樂說掰掰 樂樂說掰掰 先煮妹妹給你吃 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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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辣了 我們先吃一口 好 呵呵 那我吃一小口 好 嗯 嗯 樂樂要吃麵完麵 麵團能吃餅乾 不可以只吃餅乾 不可以只吃餅乾 可以啊 他一口麵一口麵乾 不行喔 我今天湯頭超讚 我覺得這樣煮真的很好喝 嗯 他又有喝 有啊好喝 欸快點把我餵他吃麵 他湯頭很濃郁 嗯 真的是 我覺得比外面的湯頭 都還好喝 超好吃的 樂樂你可以吃餅乾 但是你一定要吃完麵 才能吃餅乾好不好 那也沒有很好吃 哎呀 那麼膨脹 你有吃麵 才能吃餅乾 別的媽媽都是只能吃麵 不能吃餅乾 可是媽媽可以讓你吃餅乾 可是你要先吃完麵才能吃餅乾 餅乾是零食 知道嗎 嗯 很好吃 對 那你要先 那碗麵要吃完喔 好不好 好不好吃 爸爸煮麵麵好不好吃 好吃齁 排骨麵好吃對不對 他嘴巴還有東西喔 你要叫他吃完 吃完 這排骨麵超好吃的 我可以吃掉兩碗 有時候可以吃掉三碗 你看都那麼大碗 第一次湯頭就是熬出來的湯頭 就不像外面都只是外塑湯而已 對啊 樂樂你可以再吃餅乾啦 嗯嗯 要趁媽咪不在在那邊亂吃 喜歡樂你可以試試看 所以重點是排骨 排骨要先煎過 那煎過就很好吃 嗯 好啦 那樂樂什麼就放了 那趁我在這裡的時候 那邊一直偷吃餅乾 來看看 好 再吃一顆 欸你也看到餅乾不能吃了 好跟媽咪說掰掰 跟媽咪掰掰 掰掰 掰掰 掰掰